那我们来吃一点山药 然后因为我现在是98%以上的饱的程度 所以呢我大概会吃这么多 就是我这个指甲往上的这些这个部分 然后我把这个头头切一下 因为它好几天了 从买来到现在有好几天了 切下来了一块 就说我不痒 待会可能会有一点微微痒 然后等到那个时候 我再用手把它擦一下 好我们来吃一下 这边叙叙比较多会擦嗓子 一点点的话倒是无所谓 很脆 大家听声音应该也能听出来很脆 请勿模仿 请勿模仿 脆脆倒滑滑的黏黏的 就像来到一个冰雪世界 现在是在西伯利亚俄罗斯的森林里面 我好像看到了阿纳斯塔夏 他在向我招手 他的肩膀上有小松鼠 后面还有一群小松鼠 排着队给他喂不好的松子仁 他穿了一个长裙子 他的脚边还占了一只狼 然后他另外一边占了一只狗熊 现在我慢慢的走向他 他问我干嘛穿那么厚 然后告诉他我要向他学习抗冷的能力 快吃到这个位置了 吃到这个位置了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他现在邀请我进入他森林中的小木屋 然后再向我展示他木屋里的一些 简单而特殊的陈设 真的是幸会幸会 我打算在这个森林里多住一段时间 大约是 三个月以内吧 他的性格 我们再赠送大家一口 他的性格我们来连接一下 他像一个排球运动员 很干练很干脆 大概是16岁 个子比较高的一个女生 还有吃过很多个国家比赛过 很青春很运动的一个形象 这根就是他的密度比较大一点 更脆一点也甜一点 挺好吃的 那山药就先吃到这里了 好